画面中可以看到 蓝英立委们高喊口号 希望可以进行公投法的修法 恢复公投榜大选 可以看到蓝英立委呢 也公开了民调 数据显示出 有66.3%的民众 是支持公投榜大选的 至于2018年选举 到了隔天凌晨3点 才完成公投开票 蓝英也指出 有四成的民众 都认为是中选会的原因 带您一个人关心 那如果你把位表态扣掉的话 支持的比例 更高达75.7% 所以这也几乎是 某种的全民共识 即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有64.5%是表示支持的 即便是公投榜大选 他认为是造成 选务的延迟的 这一方的民众 竟然也有高达63%的民众 认为应该要 恢复公投榜大选 好的可以听到蓝英立委强调说 支持公投榜大选 算是全民的共识 而这次的公投法修正草案 也被解读成是在帮2026要发起 反费死公投做准备 对此有律师指出 死刑视线结果是有条件 核线的 根本没有费死问题 炮轰来因是政治操作 而周一就要进行 公投法修法 将在兴起一波政治上的攻防 这次是一波政治上的 人 也是人 对此有条件 尴起来